其实很多男生不愿意做前戏呢 主要是他害怕自己在做前戏的时候呢 铺垫的太长 那么他就很容易射了 所以他希望能够快速的 把自己最勇猛的那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来 但实际上对于女生来说啊 最舒服的点呢 不是说你射的那一瞬间 或者说你最后的那冲刺的那几下 而是前期的一些漫长的铺垫 你们之间是有一个信息差的 男生以为我这样做女生会爽能爽到 但实际上呢 你怎么样能够爽到 你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告诉对方的 然后女生也没有办法去带动他 或者帮助他怎么样才不那么容易早舍的话 那你们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和谐 所以呢就是人的话呢 还是要认怂 就是你不会就去学要开话 不懂呢就去问 当然年轻气盛的时候呢 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会比较难 因为咱们大环境的文化所教育出来的男生呢 就我要万事万能什么都会 什么都懂才能够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 所以呢他们会拒绝学习啊 就很多年轻男孩子呢会拒绝去学习 稍微上点年纪的啊 就是闯荡过社会了会发现自己逞能啊 没有用 于是他们会相对来比较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来学习 但是有些男性的话呢 可能四五十岁了 还在成能 那就很尴尬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呢 就点赞评论转发关注一条龙服务吧